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源自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体系 在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中 这个体系幸存下来了 在之后的岁月里 古典文化被传播到欧洲的西部和北部 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在殖民扩张的岁月里 从15世纪到19世纪 西方文明延伸到美洲与澳洲 并涉足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 至于现在 这个文明所秉持的理念 则渗透到全世界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与军事等诸多领域 其影响之大 远远超过西方人口和土地面积 所体现出来的表象 在本书中 每一张的章节标题 都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共通的特性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都有着完全一样的价值观 或者西方社会的核心体系与实践 在之前2500年的时间里都不曾改变过 我相信 批评家一定会对欧洲军事体系的活力 西方文明的本性提出争议 对于这类当代文化领域的讨论 我并无兴趣参与 因为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的军事力量 而非道德水准上 因此 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东西方的差异分析上 特别是军事体系的威力方面 并将西方文明和其他源自亚洲 非洲和美洲的文明进行比较 由于分析问题时 采用了较为概括的方式 请读者注意 欧洲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不同 而东西方文化之间 也并非始终处于一家独大的状态 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未必始终存在 在讨论一些范围更广的话题 例如政府、宗教和经济时 我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去解释西方军事力量的来源 而不是详细阐释西方文明的基本特性 及其演进过程 因此 这本书的受众并非那些钻研学术的专业人员 相反 我试图向普通读者提供一本 能够反映西方社会战争形态的综合性书籍 这本书贯穿了西方文明2500年的发展史 并且始终关注着文明的总体走向 较之那些专注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进行基本研究的原创著作 本书与其有着本质区别 在本书的写作中 只有遇到直接引用原文的语句时 我才在正文里采用学术引用的规范方式 至于那些关乎历史事实的细节信息 则可以参考全书末尾提供的书目 其中包括一手和二手的资料来源